土豆片来喽 看什么呢快吃饭啊 老公你知道不两天什么日子吗 我当然知道啊你过春日啊 那你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呀 那你喜欢什么啊 你问我干嘛啊 你怎么这么没诚意啊 你都不知道提前准备的嘛 那我给你买一套花生瓶你要不要 不要 那买个包你要不要 嗯 那这样简单点 我这你转钱继续买好吧 我不要 那你要什么啊 那你不许呢 你要是真想给我买东西 就会直接买好摆到我跟前 而不是一直问我要还是不要啊 我之前送你口红 你说色号不对 我送你鞋子你说寓意不好 我送你花你觉得廉价我费 怎么才两三百 我自己是买不起吗 鞋子也不是大白 花也不是永生花 更别提转红包了 你能转多少 一千块 顶天了吧 合着半天时间便宜了 凭什么人家过生日 就是爱马仕香奈啊 要不然就是浪漫海景 配火酒气菜 我一年就过这一次生日 你就不能为我精心准备一下吗 我精不精心的体现就是你生日的场景 够不够气派 花的钱够不够多 礼物够不昂贵是吗 你这么理解也可以啊 但是你为我准备过吗 准备不了 怎么着 天下的房租不交了 错到不滑了 生活不开日了 但是它能不能够识一点 我就是想好好过一次生日 你至于吗 你百夫总业的态度给谁看啊 至于啊 因为你不用付房租 不用交电费水费餐费电话费 你每月赚八千 八千全花自己身上 不够了我还得给你贴两千 而我每个月赚两万 一大半全花在你的身上 不够了我还得找借三千 凭什么 你什么意思啊 现在给我算账了是吧 当然要算清楚了 而且经过这么一算吧 好像什么都清楚了 清楚什么 你啊 吃完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